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世界发生了变化 我们怀着敬意纪念受害者 政府继续向参与保护南部边境的国民警卫队提供报销 负责优先社会政治事务的专员在一段视频中表示 当出现问题时 当我们的定居点的公共安全和国家边界必须得到保护时 我们总是可以指望国民警卫队自愿开展工作 国家公共卫生中心宣布 在本学年家长可以要求为七年级的女孩和男孩 免费接种忍辱头流病毒疫苗 与往年一样继续作为学校疫苗接种活动的一部分 10月和4月接种第一剂和第二剂 比利时乔包的大中由破碎的特兰西瓦尼亚大中重铸而成 这项工作是在塞凯伊的一个家庭的捐赠下完成 心中敲响了64次 以纪念64个历史县城 议会议长表示 终生在基督徒的生活中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匈牙利反恐人员不得不处理一个离奇的案件 新疑人在电话中告诉警方他被枪支击中 他流了很多血 并且袭击他的人把他劫持在家中 反恐中心立即采取行动 闯入房屋后 他们没有找到所谓的人质劫持者 而是一名因吸毒而昏迷的31岁男子 他因误导当局而被提起刑事诉讼 并且必须支付出动费用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